嗨大家好,我是Nick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来到了新大酒保站 介绍一家相当实惠的 时间无限中华料理制作餐店 新大酒保站出站 不禁九分钟就到 今天介绍这一家 亮面馆 日本只有这一家 店员是中国人 可以实话交流 这家店能够使用支付保付款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店内感觉还是挺宽敞明亮的 装修比较不舒服 客人不是很多 可能我去的比较早 这个是我的座位 座舍上面没有东西 觉得很宽敞 包可以放在对面 调味料也就四种 都是标配吧 这家店 晚上是每人2980日比 120分钟 畅饮加自主餐 午餐 每人980日比 时间无限自主餐 这个很有人哦 这里就是自主餐局 来看一下有什么吧 菜品种类挺丰富的 热菜 冷菜 咖喱 炒面 炸鸡排 鸡腿 鸡翅膀 甜点 猪肉 鸡肉 荤素搭配 看上去都是东北菜 量也大 还有汤和粥 性价比直接拉满 比昨天的东南亚自主餐要好 而且只要980日比一顿 第一轮 拿了点自己觉得挺好吃的来尝一下 木须肉 味道偏咸 还有一点甜味和鲜味 很下饭 黑木耳 鸡蛋 蔬菜 猪肉也多 觉得很实惠 白菜粉丝炖猪肉 这道菜也是偏咸 味道比较重 也是下饭硬材 猪肉炖得很嫩 骨头一咬就碎了 还有肥瘦相间的猪肉 味道不错 咖喱味道也不错 土豆和胡萝卜也很软烂 而且鸡肉也不小 很入味 一股咖喱味道挺好吃的 小鸡炖蘑菇 香菇肥厚 汁水多 鸡肉吃起来也很有味道 很香 八角茴香的味道很明显 粉丝也是非常入味 全是下饭硬菜 第二轮 就拿了些炸鸡排鸡腿 还有冷菜 凉拌豆芽菜爽口 加上麻油的味道 凉拌足感很辣 还有一点酸味 处理得很好 没有三味 口感有点硬 带有一点嫩劲 下韭菜啊 去得比较早 鸡排放的时间不长 外衣是脆的 鸡肉口感细腻嫩滑 味道辣为好吃 鸡腿挺大的 拿在手上啃很爽 香酥可口 里面鸡肉很嫩 有点咸香味道 也挺好吃的 炒猪肚里面有辣椒 但是我觉得不辣 味道有点淡 猪肚口感有弹性 有种爽脆的感觉 杏仁豆腐 只有上面的罐头水果 觉得挺好吃的 甜味的梨和菊震 总结一下 980日比在大酒保 那么繁华的地段 时间无限 能够吃那么多菜 还要什么自行车 每道菜味道还不错 打工一小时就能干一顿 毕竟随便一家中华料理店的 一个午餐都要880日比到1000日比 推荐小伙伴去吃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 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